先來說一說李強總理上任之後近期的舊勢之招 其實從去年開始就已經陸續推出了一系列向市場吹暖風的招式 但是效果始終不理想 那麼繼這個國常會之後提出了有關於金融工作的工作意見 我們看到中國官方的媒體金融時報就發表了一篇文章 其中是暗示下面會有叫做應招 那麼會連出去一系列利好政策對於市場提到更多的提振作用 隨後又是連續三天的記者招待會 那不管是央行的行長潘工盛還是證監會 還是金融監管部門的相關的人士 都對未來的政策進行了提前的喊話和預期 小楊注意到沒有近期有關於資本市場運作有哪一些新的利好政策 嗯這個除了我們今天看到的這個A股重新回到了2900點之外呢 那麼今天我還看到的是這個李強去建了一下日本最大的商業遊說的團體啊 有一個經濟團體聯合會當時李強就說啊中國也承諾改善外國企業的一個經營環境啊 這一然後啊這個舉動呢也被視為是北京提振市場情緒和吸引外國投資的一個最新的嘗試啊 你去看到過去幾天啊李強包括李強在那裡中國北京啊或者是說整個北京一直在釋放一個對於啊經濟對於金融對於市場的一個一連串的利好的消息 我還看到另外一條消息說啊中國金融的監督總理啊中國金融監督管理總局的副局長蕭元啟也說說 他是關注到了房地產產業鏈他說房地產的產業鏈鏈鏈條長涉及面廣對於國民經濟具有重要的影響啊 與廣大的人民群眾的生活也息息相關金融業責無旁貸必須大力支持 這也是一個啊近期可能會有一個對於房地產行業的一個金融方面的強力的支撐 但是具體的細則啊這個還沒有被公布出來 那麼再加上過去一連串的對外一個開放的姿態啊 對多國的一個簽證的一個限制降低的姿態 一連串的這些利好的背後 那麼可能都是為了即將到來這個農曆的新年啊 打足一個氣勢提升一個至少這個年得過得要開心 那麼不知道如果說要梳理一連串的這些的動作 不知道哪一條是可能在李琦或者是在和平先生看來最為重要 或者是覺得這一個是真正的強行技 那我們先來總結一下近期到底有哪一些措施 剛才小陽是提到了和日本的啊這個企業代表團進行會面 那不僅僅的是李強總理 我們看到啊劉建超啊也與日本的代表團方面進行了會面 同時還有商務部長王文濤 因此啊外界也在猜測針對中國和日本之間的貿易摩擦 比如說對於日本的水產品之間的貿易禁令 是不是有可能會出現某一種放鬆啊 這呢也對於緩和中國和日本的關係 並且呢加強兩國之間的貿易 可能是某一種好消息 當然更重要的呀 還是對於資本市場的一系列舉動 剛才小陽提到在房地產行業啊 那麼中國是出台了新的規定 可以為房地產開發商提供商業銀行的貸款 允許這一些公司使用商業地產抵押的銀行貸款 來償還其他的債務啊啊貸款呢支付運營費用啊等等等等 校園記特別說說這個房地產呢 和廣大人民群眾息息相關金融業責務旁貸 必須加大支持力度 這是地產方面的好消息啊 還有啊就是就業方面 人社部呢也是發布了二零二四年春風行動的有關計劃 所謂春風行動就是啊 從現在到四月上旬會聚集農村勞動者 還有有用工需求的單位促進就業返鄉創業 組織企業聘用工等相關的服務 大概呢要提供三千多萬個就業崗位啊 這是針對近期的就業形式 再看到證券部門啊 證監會的副主席王建軍 近期呢是談到了股市波動的問題 他呢也是進行了一個定調 首先中小投資者啊 平時大家經常自嘲的說是韭菜 或者呢叫做散戶等等等等 他說呀說中小投資者億萬人啊 兩點兩億是市場的功臣 同時說現在我們保護投資者落實不到位 和大家的差距啊 是這個期待是有差距的 同時又強調要保護好投資者 增強投資者的獲得感 又說市場呢會走出短期的困惑 但是我們看到啊從周四開始啊 互指啊是一直高走啊 那麼呢更重要的可能是來自國資委的一條消息 國資委說啊要進一步研究把市值管理 納入央企負責任業績考核 這一點啊引起了我們大家的關注 而在這樣的消息面的帶動下 我們也看到啊不管是中國聯通 還是中石油股價現在都一路上漲 哎我們說啊這個國家隊啊 國家隊一直是大家諷刺的這樣的一個說法啊 一開始入場買ETF啊買這個期值啊等等等等 但是今天真正對於這一些國企的市值 起到提振拉大整個大盤的 反而是市值管理的有關消息 因此我也看到有市場評論家說啊 說啊花二十幾個億把中石油拉滿了 比你花三百個億買ETF還要好 怎麼會出現這樣的一個情況呢 現在我們看到上漲綜合指數今天是大漲超過了六個月多來的 這個這個漲幅的記錄 那不僅僅是這一些股票 同時還包括騰訊啊京東啊百度啊 包括友邦啊匯豐啊整體是出現了一個上漲的態勢 在剛才我們提到的開發商可以向銀行貸款支援商業地產還債之後 房地產開發商龍湖和華潤之地也出現了上漲 那我想請問一下和平先生 有關於中國的央企管理國企管理其實一直是爭議的焦點 為什麼現在有關於國資委研究吧 央企市值管理納入業績考核這樣的消息可以引起市場這麼大的喜慶波動啊 國家企業國用企業在每一個國家都是超名造聚的企業 效率低下啊問題很多 但是呢全世界也不是啊沒有啊這個辦法把國有企業管理得很好啊 其中有一個例子啊就是新加坡新加坡啊中國在學習這個管理模式的時候啊 有很多的國家可以說是中國都在想辦法學習南美的危機 日本的危機啊 歐洲的啊這樣一種產業的能力啊 美國的經營美國的企業管理 中國可以說是過去30多年來 很多的官員很多的學者寫了無數這樣的一個報告 其中大馬席這個事情是成為了很多人在討論國有企業國有資本的一種管理方式 也就是說把所有權和經營管理權實現某一種分離 像現在這種市值管理就在我在點點今天事的節目裡面講到啊 早一些天中國的股市沒有出現這個沒有上漲 出現這樣一個月影低於它的價值的狀況 實際上各方面都有責任啊 從股民的這個結構來講 讓散負過度地承擔了這個股市的這個責任 真的是你作為其中一個股民的時候啊 你必須是個金根之鳥 否則的話你隨時就被鱷魚給吃掉 所以你不能去摘掛這個股民 但是有一些事情你需要做長期的調整 怎麼樣中長期的基金進入市場成為你的某一種底盤 但是除此之外更重要更重要更重要的是 你這個上市企業的品質的問題 那麼很多的企業在中國無論是民間還是國有企業 把上市變成一個撈錢的一個最好的一個機會和工具 你原來努力的經營 你那個利潤啊或者是你的回報啊 那都是比較有限的百分之十百分之二十也就那麼會上 但是你一上市可能是幾倍幾十倍對吧 那麼這樣一種一種一種衝動吧 本來也是資本市場的一個遊戲並不奇怪 但是在中國把它放大了 放大到忘記了企業的本質 但是還是要用最終你的希望你的發展 比如說亞馬遜很多很多年來都是虧損的 虧得一塌糊塗 對吧 但是股市仍然會罪騙它 因為看到了希望看到了未來 它的這個說明是非常有道理的 後來事實證明亞馬遜這樣一個虧損 是為它未來的強有力奠定了很好的這個基礎 中國吧本身有一些企業它具有冷斷性的特徵 但是呢它的不透明 它的管理的這個方式 是你鬼都搞不清楚它到底是掙錢還是虧損 它就變成了一個像我的一位朋友講的 說中國的上市公司實際上都是一個小朝廷 在那個朝廷裡面怎麼去玩弄權序 玩弄金錢你鬼都不知道 如果現在按照剛才理及博士介紹的這種方式 讓這個市值管理跟你這個掛上高來 那你就是要透明的就必須增加了 你增加的話你比如說尤其是中國的很多的國有企業 它是冷斷性資本 我現在不是說它管理的合不合理 就憑它冷斷性資本裡面 你都可以確定它基本上是掙錢的 那掙錢的話為什麼它的股市就不行呢 就是因為它隱藏了 它本來不應該隱藏的東西 那麼它的管理的體制始終沒有理順 原來的央企是分各個部位管 後來成立了一個國資委 在中英居的時候成立了國資委 試圖了理順這個關係 我覺得以現在的中國政治生態和經濟生態 你一下子把國企全部打趴下 是不太現實的 但是把國有企業拿入到一種市場性的管理 上市的人管理是一個妙招啊 這種招的好處就是 讓國有企業本身進入了一種市場的機制 而不是因為是國有企業 誰都不能動它 它是一個啊 是個中性的做法 我們當然繼續看 但是至少這是個很厲害的消息 一句啊 那我們說到淡馬西模式 正如剛才何彬先生所言啊 淡馬西模式基本是叫國企盈利的一個神話啊 全世界都少有的 其實這個中國借鑑淡馬西模式 國企央企運營這件淡馬西模式 如果大家去看啊 相關的研究論文 其實幾十年前就有很多 那我們從這個名稱中也看到 最開始中國這個企業叫國營企業 國家運營政府運營 後來更多的叫國有企業 強調所有權 現在更多的叫國家資本國資委啊 強調的是這個資本的屬性 其實看到一些這樣的趨勢 但始終沒有真的把淡馬西模式用到這個 你這幾個字講的都是非常到了點子上 國有國有國資實際上是預示了它的 一種一種變化 對但現在我們看啊 如果這一次真的是能夠上馬淡馬西模式 或者借鑑淡馬西模式中的某一些良性因素 可能會做出哪一些改變呢 提到淡馬西模式呢 我們首先想到的是啊 百分之百是由新加坡的財政部所有的 所以是一家地地道大的我們叫央企或者是國企 但是淡馬西模式呢 又在這個這個這個淡馬西的經營和這個所有者之間 是有一個相當好的一個分隔層 雖然呢 新加坡的財政部呢 是可以任命公務員擔任三分之一左右的董事席位 但是對於董事可以做什麼不可以做什麼 是有非常嚴格的規定 簡而言之就是不參與任何的經營 那麼同時呢 這一部分董事啊 也是每每一個週期要進行退休 那麼怎樣退休呢 根據年齡年齡大的先退休進行抽籤等等等等 就保持不會形成政府和企業運營之間的這樣一種利益集團 那我們知道淡馬西是投資了四十幾家各種各樣的企業等等等等 但是淡馬西和這些企業的關係 更像機構和機構所投資的企業關係 基本就是看一個財政報表 而不是真的去干預下屬企業的運營 所以這個隔離層的設置是非常重要的 還有就是之前合金特別談到的就是國企啊 真正什麼叫做服務國家 關鍵還是看你市場的盈利 績效 這就要說到這一次 把央企的市值管理 納入整個績效平憂 真正實施對於這些企業某些市場化的管理啊 當然我們也說 現在雖然是提出了這樣的模式 到底可以實現到什麼樣的程度 中間是不是會產生出更多的貓膩 我們現在還要再看 比如我看到有的分析人士就預測呀 這是不是可能導致國企為了提高自己的價值啊 把這個過去的這些利潤給擠出來啊 往這個這個也通過這樣一個人為的方式 來提高整個市場的價值 那麼在運營過程中在內部的管理 特別是董事會以及公司經營方之間的角色的分工方面 是不是會出現矛盾 是不是會形成新的利益集團 會出現新型的腐敗 所以這一些我們都需要拭目以待 當然外界注意到的還有一系列人士方面的措施 比如證監會的相關的官員 可能會進入各地的大輪港啊 這到底是怎麼樣的一回事啊 我們請導播先把這個有關的這個通知啊放上 那我們看到啊 現在呢是這個叫做定機構定職能定編制三定調整 現在正在進行中 上海廣東三這個山東等地的證監局的一把手 在更別完成之後 會進行一個叫做中層幹部大輪港啊 這到底是怎樣的一番啊 正就地方證監大輪港啊 到底是為了啊防止形成地方利益集團 還是呢通過這樣的一個輪港的方式 更好的看到哪一些監管幹部是真正有能力的 哪一些監管幹部只是趕上了一個好地方 這就是像這個大家注意到嗎有一種職業啊 叫外交官還有一種職業叫駐外記者 無論是駐外記者和這個外交官都需要能港 就是說三年兩年或者是四年就要換掉其中一個原因 就是擔心你的這個利益也擔心你的這個思考 你的思考到了一定時間之後 比如說我在美國生活了很久以後 我就會對美國的很多的事情習以為常 認為啊就這樣對吧 好也好壞也好覺得改變不了啊 慢慢就失去了那種新鮮的感覺 失去了那種改革的衝動 他這種調整的好處呢 就在打破了原來的 在原來那個地方上 他認知的部門之間的利益的某一種固化 另外是到新的系統裡面呢 他會有一種信心感 被領導的人也好領導者也好 這個時候會增加某一種活力 但是他的缺點是很明顯 就是這個裡面還是過分強調了領導的能力 而服飾了這個體制本身的認同感 現在中國的這個股市剛剛講了 股民的結構的問題 投資結構的問題 上市公司的這個問題 還有另外一條你就剛剛講了 這是作為監管部門的素質的問題 他們固然有很多的部門 一個領導者的最終的能力是影響了這個效果 但是這個領導者本身的 一種可以依靠的一種規範 在中國的這個市場裡面 還是非常的不成熟 這就是因為呢 第一 中國的經營市場時間非常短 很長時間是被斷裂了 另外一個呢就是呢 這個建立的這個框架是比較粗糙的 都是有一些在美國 書讀的可能不錯 但是在華爾街工作時間太短 即使是在華爾街一個大公司的工作 也未必是真正能夠應對的這些危機 對美國的聯手會議 對美國的財政系統 對這個美國的這個經營體系裡面 出現很多問題的應對的方法 缺乏一種經驗 這個是需要中國付出的一個學會和代價 似乎現在正在付出來 應該開始有了一些成果 但是我覺得從本質來講 還是要從法治和股市裡面應有的一些基本上的一些條件入手 因為全世界的股市的普遍性 就是一個法律的公平性 第二個是有資訊上的基本流動性 在西方一個投資者是非常懂政治的 非常可以說讀很多書 思考很多問題 中國可能達不到這個標準 但是中國對上市公司的管理規範 上市公司的透明度 這是這基本的要求 我相信未來是有可能會達到的 嗯好 謝謝和民先生的介紹 那麼有關於中國的市場問題 我們今天先講這麼多 消息非常的多 那未來有最新的消息 也請大家關注今日華爾街和華爾街電視 我們會持續為大家進行更新 六度旅行管家 你的旅行全策劃 註冊或登陸六度世界 點擊右上角機器人按鈕 然後選擇六度旅行管家 就可以開始與AI對話了 你好 很高興能為你服務 你打算去哪裡旅行呢 嗯 我想去希臘 太棒了 希臘是一個美麗的國家 你對希臘的哪些方面感興趣呢 比如歷史遺跡 美食 海灘 或者其他的 嗯 海灘和美食 好的 了解了 你有沒有任何飲食禁忌 或者特殊的飲食要求 比如素食 無膚質食品等 嗯 不吃牛肉 好的 我會注意在推薦餐廳時避免牛肉 你計劃的旅行時間是多久呢 嗯 四天 了解了 你是打算獨自旅行 還是和他人一起 這會影響到旅行的安排 嗯 與父母一起 好的 我會考慮到這一點 你的預算大概是多少呢 這會影響到住宿和餐飲的選擇 一千歐一天 好的 這是一個相當寬裕的預算 你對住宿有什麼特別的要求嗎 比如 希望住在市中心 或者希望有海景 或者需要特別的設施 希望有海景 根據你的需求 我為你找到了一些 在希臘的海景酒店 這些酒店都有很好的海景 你可以根據你的喜好和預算來選擇 接下來 我將為你規劃一個四天的旅行行程 你希望在這四天里每天都去海灘嗎 還是希望有一天或兩天去參觀一些歷史遺季或者市區 一天海灘 兩天歷史遺季 一天市區 根據你的要求和我從網絡上找到的信息 我為你制定了以下的旅行計劃 第一天海灘 你可以選擇去希臘最美的海灘之一 比如Elofone Sea海灘或Navijo海灘 這些海灘都有清澈的海水和美麗的景色 在那裡 你可以盡情享受陽光和海灘 或者參加一些水上活動 第二天和第三天 歷史遺季 第二天 你可以參觀希臘最著名的歷史遺季之一 雅典魏城 在那裡 你可以看到帕台農神廟和其他古代建築 第三天 你可以選擇去德爾菲 這是一個古代的宗教中心 也是世界遺產之一 或者你也可以去克諾索斯宫 这是欧洲最古老的城市之一 第四天 市区 在雅典市区 你可以參观一些有趣的地方 比如古老的波卡区 现代的购物中心 或者一些美术馆和博物馆 你也可以在当地的餐厅品尝希腊美食 比如希腊沙拉 烤羊肉和橄榄油面包 住宿推荐 根据你的预算和要求 我为你找到了一些海景酒店的推荐 这些酒店都有优美的海景 同时也提供高质量的服务 餐饮推荐 在希腊 你可以尝试一些当地的美食 比如希腊沙拉 烤羊肉和橄榄油面包 但是请注意 由于你不吃牛肉 所以在点餐时需要提醒服务员 希望这个旅行计划 能满足你的需求 如果你有任何问题 或需要更多的信息 欢迎随时向我提问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